再來跟大家呼籲在職場上的相關的工作 會定要注意 因為我們為著大家一起來努力 落實市長的希望加援 當然市長就希望大家一大早到出門上班的時候 都能快快樂樂的到職場上 一樣的快快樂樂的工作 到下班的時候 能夠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裡來享受天倫之樂 這個循環一直每一個循環都很完整 當然我們勞工局的同仁 也在市長的督促之下 長期來跟我們成功大學防治中心 職業障礙的防治中心一直在合作 做宣導的部分 等於是做這樣的一個職業災害防止的部分 大家說希望關在職場上要如何運作 這樣的才不助理造成職業災害的發生 或職業病的發生 那當然也呼籲雇主要提供優質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環境 能夠防止這樣的一個職業災害的發生的部分 這個是防止的部分 但是萬一發生了職災 或是職業病的這樣的一個因素產生 就是說怎麼辦 所以我們長年來也跟成功大學職業 在防治中心的所有的醫生 長期來合作 來做幫助大家做轉斷 那做醫療 那最後要心理建設 那能讓你能夠恢復信心 能夠恢復原有的職能 再次到職場上 大家收緊做會 為我們這個企業 為我們這個國家做的打招 這是我們長年來一直在合作的部分 當然等一下我會拜託我們的吳醫師 來跟他說明裡面補導的部分 或是在診斷醫療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更是他如何來鼓勵大家 提出你的勇氣 再次踏入職場 這是最重要的